年少的时候 对喜欢的人总是有一种执念 哪怕他不喜欢你 你也会往他在的地方奔去 稍微长大一点之后 没有了曾经的玻璃心 直到一段感情不合适 就要及时放手 你有没有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自愈能力越来越强大 以前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感情 需要花上好久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甚至还会有一些自责 总觉得是自己不够好 才留不住对方 而现在呢 即使委屈了 也不会打吵打闹 即使失恋了 也不会责怪自己 我们越来越懂得 在好好爱别人的同时 也要好好爱自己 有一段话说 在一段感情里面 你嫌弃对方不够懂你 可对方总有千万种理由 为自己开脱 其实 他不是不够懂你 也不是不够聪明 只是他没有那么爱你 所以不愿意在你身上花心思 生活很大 感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一个人不懂得珍惜你的时候 你要做的不是自暴自弃 而是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好 你可以去学习 去听歌 去旅行 去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样子 你要记得 当你拥有了强大自己的能力 你才拥有选择不被伤害的能力 不要把自己困在原地 你要往前走 才会与更多的美好相遇 就算他不爱你 这个世界上 也总会有人爱你 他一定会从人海中走来 给你坚定的选择 和明目张胆的偏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ternalージ mới 배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